金属片从水中捞出 有上涂料的这一侧是光滑的 另一侧长了满满的藻类 还有塑胶界面的挖镜和游泳圈也是 没上涂层的部分 成了青苔和绿藻的家 就是减少它可以捕食 它的食物这样 它就不会想要在这边生长 我们涂料主要的预防 就是先预防维形藻类的附着 那这样子的话 这些大型污垢生物 它就没有食物可以吃 那就不会长在那个船的表面 像藻类或有侵蚀性的水下生物 附着在船身 株存槽 或科学园区的水下水管 会缩短使用寿命 船只表面大量附着的污垢生物 跟着船只航向世界 也影响当地的生态平衡 传统涂料含有重金属 容易污染海洋 如何友善生态 又能抗水下生物附着 中兴大学材料系副教授薛涵宇 陪着孩子抓青蛙的时候 从它光滑的表面 启发了研究的灵感 可能在里面 这个角落的青蛙 为研究团队研发涂料 贡献许多学术价值 不断尝试 终于找出可量产 又友善生态的复合材料 目前研究团队针对不同的藻类 在淡海水环境进行测试 证实至少有半年以上的 抗生物污垢附着能力 有一天都突然发现 这个青蛙表面很滑 而且青蛙所生长的环境 对我们来讲可能是脏的 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 就发现这种围结构 我们好像做得出来 那这孔洞就很像储存厂 把这个细油吸纳在里面 那随时慢慢的 长效型的释放 这项研究也获得了 第十八届国家创新奖 研究团队的仿生物材料 目前已经研发到了第二代 成本从一公克两万元 降低到一公斤数千元 未来如果能够透过奈米技术 使用高分子材料来降低成本 取代重金属涂料 就能让我们的海洋环境更友善 礼物 Jose 达 达